大家下午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量化历史在线讲座系列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 来给我们讲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会计史的问题 曹教授我想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都比较熟悉 曹教授之前一直在从事关于人口史疾病史 这方面的研究 他也从事很多地方的一些历史 像石仓契约 还有包括最近在做的一些商业史方面的研究 那么曹老师的研究其实不仅对历史学界 也对整个社会科学界的贡献非常的大 就拿我自己本人的研究领域经济史来说 曹老师的中国人口史的数据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必须要控制历史上的人口密度 城市化水平 这个幸亏是有了曹老师非常扎实的 基于地方制考察出来的人口数据 才可以做这些研究 那么今天曹老师给我们讲的这个研究 是大家关于中西方大分流 或者说经济制度比较这个领域 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长期以来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的这个商业资本主义 是不是如马克思韦伯所讲 没有这个现代的会计制度 或者是说更具体的富士记账法 那么曹老师最近的新研究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 比较新颖的一些发现 那么它是基于清代19世纪下半期 山西省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号 丰盛泰 他查了100多册的丰盛泰的账本 从里面看他们是怎么具体做这个记账的 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请到了 两位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他们也正在做这个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会计制度问题 他们分别是来自日本医乔大学 和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宾教授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 袁维鹏研究员 那么等曹教授讲完之后 大家会看到他们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讨论 那么长话短说 下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曹教授 好 郝老师 欢迎 那我先稍微讲几句话 然后就共享屏幕是这样的吧 这个套路 那很高兴今天有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最近两个月的一个工作的成果 那么这篇文章是实际上是我们有三个作者 曹树基 李锦璋还有王国精 王国精的硕士生 那我们现在我们暂时把它放在后面 那李锦璋先生呢是这一批这个账本的一个收藏者 也是将来我们要出版这一套账本的一个主持人 那今天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成功的加入到这个会议上来 因为我说我也没有办法要去注册 我也不知道怎么注册怎么弄 那我很衷心的希望他能够上来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又进行过一个小时的交锋 就是说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会议前两个小时 其实我们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 我们两个之间还有分歧 分歧还蛮大 但是经过这一个小时以后呢 我们的分歧已经没有了 现在我可以很高兴的告诉大家 我今天来讲的主要的观点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的观点 不需要说还有某个地方我们还是有分歧的 那么李景章是一个资深的这个经商文书的收藏家 然后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那我想那我为了这一个 那么这个事情的源起还是要介绍一下 那我先来共享一下屏幕 现在等我一下还有那个小的那个打开来 那个小酒杯在哪里 我来看看 在这里 好 那没问题了吧 现在 喂喂 有组织人还是打开 这个这个 那我 我们可以讲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就是说有一个人打开 给我回应一下 万一我不知道这个 好的 好 那我开始来今天的这个演讲 那是我们因为现在这个正好我们以前的这个工作已经 我们的这个分析点我们已经密合了 那么现在我很高兴 我能够这个很盛畅的来讲 这是我们两论的观点 那这个也这个东西会遮住我的东西 好 那我现在就开始啊 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提问题方法以资料 那在中国会计史上有一个经典的问题 中国传统账本是单是布纪还是富士布纪 几十年来相关的文献汗牛冲动不是美举 所谓的富士布纪 相关的论述真的也很多 但我 我这篇文章的写法 我没有在开始 一开始来跟你们讨论富士布纪的一个 一个定义 那我采用了一个偷懒的方法 也是一个简洁的方法 我说在民国年间的会计学家会计 他怎么来看 这一个富士 我就假定以他们的富士 当做我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那我以为 杨端六的这个概括最为精荡 其实不是他的概括 其实就是他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那个英文我没找到 他自己讲实习英文翻过来 就是叫 反计一笔账 必用同样之数记录两本账簿 那讲到这里 这个就非常非常清楚了 后面的人有很多很多的花样的解释 我真的不大能够接受得了 我以1930年代的 中国的会计学家 对这个问题的这个基本的定义 来作为我的建议呢 那我就把它进一步简化为 同一帐记两部 那我是这样来说的 好的 那么我们关于前任的研究 那这个 今天我们来讲 民国会计李孟白的研究 我举一个例子 他一方面认为这个是落后的 一方面认为中国的账户是富士不计 一方面认为不是富士不计 一方面认为是富士不计 当然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学者 那我现在不管 其实民国年纪的会计 对当时的那个账本的认识 就是有问题的 这个让我觉得是蛮奇怪的 那么李孝林 他做的研究是比较古老 三角账四柱法 他是做秦汉的检读 我现在不说 郭道阳先生 当然是很著名的一个学者 会计师里面 他的观点 我在这里摆一下 我也不去讲了 还有在我们前面 有刘秋庚的研究 还有富蕊跟刘志祥的研究 这个我会在里面讨论 至于袁卫蓬跟马德斌的研究 我在论文里面 我们会有专门的讨论 今天的对话 其实他们两个 以他人也已经参加了 那我想今天的对话会 应该会很精彩吧 这样子 虽然他们两个人多 那我也不怕 那我现在讲一下这个资料 那本文依据的是 丰盛泰号的账本进行的研究 丰盛泰是一个股份制的 食盐零售商号 是由山西高平线商人创设的 清代后期活跃于 河南洛阳的东郊地区 一直同时 丰盛泰还有分号 在周口和江南等处经营雇业 那这些东西当然 这个是一些基础的 那我在这里算了一下 它的股本有多大呢 它的整个销售额呢 同志五年 它的年销售额 之盈是4136两 我不知道这个规模是多大 但是比我看到的 我认为它是一个中型的 一个商店 比我看到的那些小商店 要大的多比 我在外面看到的 山西商人的大商店 它又小很多 本文依据的丰盛泰号的账簿 因为我 为什么会有这个账簿呢 这是李锦璋先生的一个收藏 那我们要做一个出版 那做这个出版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很多的编辑 和导独的工作 那么在导独的工作里面 我跟大家一样 其实两个月以前 我对这个账簿完全是不懂的 我们一点一点的 不断的在摸索 在向这个李锦璋先生求教 那这个过程中 我也有很多自己的 我认为是我的发现 那么和传统的观点呢 就发生了碰壮 也和李锦璋先生以前的观点呢 也有所碰壮 跟袁伟碰 马德斌他们的观点呢 也有所碰壮 好了 那我在这个碰壮的过程中呢 我慢慢慢慢地就整理 那么我好的 我比伟碰他们好的一点呢 就是这100的账本 都是在我的案头 里面全部都已经复印了 或者也有它的这个电子版 看不清楚的时候 我用电子版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这个翻起来不方便 要对照查的时候呢 那我有它的复印版 那在这一点的好的条件呢 就比我们通常在图书馆 看这个账本 那要好得多 那这图书馆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我这个随时想到 我就可以随时翻 那么我在这里面用的这个材料 最多的一个年份 是光绪青年丰盛泰的账簿 它有七册 七册 它有两本银钱流水 三本麦盐流水 跟两本客户账 那这个是 大概是这样的 它覆盖的年份是 这个三十四年 这样子 那我用的这个材料呢 我是用从 我用了两个年份的材料 一个是同志三年 这个账有三本 一本银钱流水 一本麦盐流水 一本客户账 叫来往老账 那么再用了一个 光绪青年的这个七册 那这样造成 就是说 为什么用同志 同志比较早 而且这个时间是配套的 就是这个账本是配套的 时间比较早 同志三年 光绪青年为什么用 就是它的资料特别的丰富 而且有配套 那么我想 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合适的 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面就是我讲的 同志三年的银钱流水 这是麦盐流水 这个是来往老账 那这个银钱流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所谓的 讲银钱流水 这是按时间排列的 大家看 这是头一年转来的这个账 这是正月的初二 那么初三 然后初四初五 就一路走下去了 那么这个麦盐流水 我们也看到 当然它是四月 四月里的一个麦盐流水 它前面几本走走走 走到四月十七号 它就结束了 那么这一本是从四月十八号开始的 那么四月十八号 后面四月十九 四月一路走到七月 结束了 这样子 后面结束了以后 它有别的账本 有七月 八月里的账本 又继续下去 它写到哪里 就一本一本的账本往下接 那么这个是来往老丈 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概念 那这是时间为刚 那么这个是以客户为刚 千一堂是一个商号 在这个千一堂里面 这是正月初五 正月十一 正月十五 按照时间排 这上面是取 就是千一堂从这里取了钱多少 然后他用这个地方又是收 从千一堂就交来了钱 交了多少 那么一取一收 变成这是上下两难 看起来这里没有上下两难 其实这里面也有上下两难 它路是顶格的 那么出是往下的 这里面我特别的要强调一下 这个像在麦淹流水里面 大家注意到看 这也是路是顶格的 然后出是往下的 但里面呢 大家看注意这个叫出颜时金 就收到的钱是五百三十文 那这个意思就是 每一金颜是五百五十三文 那么呢 大家看这里 它是取颜六十七百 六十金 那么一般的情况下 他就收到了钱是三千五百文 这个三千五百文 我有点不知道 他有的是收的过多 他要找钱 收的不够 他剩下的那个部分 能人算作赦账 你像这一份预上泰 取颜五金 然后他没有收到钱 他没有收到钱 那么这个我们就到 他的客户账里去找 这个预上泰 那么一般的这个现金的交易呢 就出颜时金 然后入来钱五百四千文 五百四千 五百四十文应该是 乱写了 这一代带过来了 五百四十文 对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现金的交易 是以出颜跟入来来构造的 那么这个光是取颜 然后没有交钱的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赦账的交易 大概我们就明白 那么这里面不仅 这个银钱流水 它不仅是颜 它和这个商号所有的银钱的往来 一进一出都在这里面 现金的往来都在这个里面 但是这个里面 没有包括赦上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 银钱流水 卖业流水 卖业流水呢 我们待会会把它扩大 我们把它成为卖货流水 那么就可以涵盖很多很多的部分 那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好了 那么大家看了这个以后呢 我来讲第二个部分 我要讲一个丰盛泰账簿的分类结构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 这是一个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重要的一个点 为什么 现在我们在说 同一帐记两步 那你记的是什么步 一定要明确 这个帐本的名称是非常非常之多 各个地方 一个地方 那个名称太多 你根本你不搞清楚 这个帐簿的这个整个体系 你结果你就不知道 有的账到哪里去找它 相对应的那一笔的账 那这一点来讲 对我来讲 我们是不能忍受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接受 现有的这个 这个像李锦商先生 他们的基本的观点 他把这个账呢 分为草流 细流跟种青账 这是原有的一个名称 那么什么叫草流呢 一般的观点认为 草流是记账人在营业柜台 边营业边记录的这个草账 也称为底账或底部 由于这一类的账簿 以时间为刚 所以称为流水 又因为一般商家的记录 比较杂乱 书写比较潦草 不称为草流 但我们今天在看 丰盛泰账号账本中 有大量以营田流水 或麦延流水命名的账簿 均属于草流 但是我看到的丰盛泰的草流 记录工程 书写正规 不像是柜台边上的急救 那我现在要说的是 本文证明丰盛泰账簿中的 营田流水 是在交易发生的几天后 整理记录的 并非营业式的急救 那现在我今天跟 李锦章先生有讨论以后 我不讲它是几天后 那我至少说是 当天的晚上进行的整理 不是营业式的急救 在这里面呢 我一直认为 在这一个帐的前面 有一个柜台的潮流 那么我后来读了 马德宾 袁维鹏的论文 他们看到的在 统坛生的帐本里面 有十几侧 就属于这种柜台的潮流 那么我们这一点 我们暂时不去管它 那么我们等一下一遍 那么什么叫细流呢 那么一般的观点认为 整个长书界 这个民间收藏的界 这个一般的观点是他们 他说细流是一种分类帐目 他说这一点很重要 他们认为是从 草流中转腾或整理而来 那么这类账簿呢 是以客户 货物 及某种专门用途为钢 形成一种分类帐目 那么 那么风筝在帐本里面 有大量的细流帐本 那么根据业务的种类呢 那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整理为客户帐 货帐 跟家庭开支上三类 通过仔细的比对帐目 本文要证明 细流的内容 其实溢出了 草流的边界 所以说细流 来自草流的说法 是不妥当的 那实际上 细流也是 记账人根据营业记录 在营业结束的当天 或者在数天内 整理的一个账本 这样子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 我待会要来证明这一点 所以一般的账户收藏家 将草流称为底帐或底部 那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妥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 一直在跟你紧张先生 讨论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的意思 其实包括韦鹏 马德宾的认为 也这样认为 他认为这个草流帐 就是一个底帐 所有后面的帐 都是从这个帐里面 转过去的 过帐过程 那其实这个就是不妥了 这样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不妥 它为什么会变得 如此的重要呢 李景昌先生开始认为 他说这个有什么很重要 其实我当然认为重要 你说这个账是转过过去的 我说这个账是同时期的 那这个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了 那么我说 溪流也是底帐 或者是底部 那这是商号金银的 原始的账簿 在这个意义上 草流与溪流的最大区别 不是他们形成上的不同 而是他们结构上的不同 前者是以时间为刚 后者以客户 货物或家庭态势为刚 这是我的 我们先把观点亮出来 那这样子 那什么叫总金账呢 那一般的观点认为 总金账主要用以现金控制 损益监测和年度资产负债的结算 是对营业类账户所载的 基础数据的分析跟加工 商号里面一般都有月总账和年总账 即年度的资产负债表 不是负债表乱写 是反映年度经营成果的一个总结报告 但是我非常的遗憾 在丰盛泰的账本里面 没有留下任何一年的总金账 但是我相信他没有留下 不是说没有 而是遗失了 为什么会遗失呢 因为总金账是账本的 这个商号最看重的 他们把别的账本放在店里面 他把总金账会带在身边 带在身边的过程中 他可能碰到了国匪 碰到了解放以后的各种政治运动 那么没了 但是现在留下来的总金账 各种各样的总金账 还是有很多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母女结算的方法来展开 对这一点 当然有就更好 没有也不是一件大事 这样一来 我开始建立一个 中国传统账户的一个基本的框架 这个框架 我们把这个账 分为三个大类 一个叫营业账 一个叫会计核算账 一个叫分红账 其实当然分红账 分红账其实也某种意义上 它不是 也不怎么算账了 那么营业账里面 就是包括我们的叫草流 以时间为刚 包括银钱流水 卖货流水 买货流水 等等等等 那么细流账 那我们把它称为 以客户为刚 简称客户账 或分户账 包括外部的客户 内部的股东 以员工等 这个比较工资账 就属于在这个里面 那么这个里面分为ABC 那B里面是以货物为刚 我们简称为货物账 C里面是家庭开支账 基本上所有的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账本 都有家庭开支 那这个家庭开支 我们就把它专门列为 一个类别 是这样子 那么会计核算账就是总金账 总金账里面呢 有四处结算法 也有农门账法 那么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强项 我也没有去多多研究 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是讨论前面关系 那么分红账呢 它是主要就是有万金账 那么依照股份分配红利 直到账期结束旧商号 成立新商号 重新来过 这是某种意义上 这个不算涨 就是一个分红的一个派发 你多少根据这个股本 你多少钱打多少钱 就这么 其实它的本质很简单 还有一种叫做根账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十几年的分红账 它放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根账 那其实都是在这个上面的 一个变化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 那么我要说的是 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框架以后 我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可以在这个基本框架里面 我在论文里面 我把统太生 当然我没看到统太生 我也试图把它纳入这个框架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手边有的账本 我的义和祥的 义和祥号 赣州的义和祥号 最近出版的 在客家珍惜文书 重刊里面 出版的 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放在这个框架里面 我们的时长文书 也完完全全可以放在这个框架里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就非常清楚 你随便今天打开一个账本 我就用 刚刚的就用这样的一个框架 全部把它放妥当了 那么我这里待会我要特别指出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 细流帐里面的这个 不 草流帐里面的这个流水 尤其是这个卖货流水的重要性 我在我们这里是卖盐流水 这些的重要性 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以前只注意到 原来学者只注意到 客户账 但是这一个流水账 他们没有注意到 所以很多的误解从这里产生 这个是我们要说的 那为了简洁 我还是 现在是进入第三个部分 风生泰账簿的记账方法 那么我现在用的是同志三年的这个账本 那这个账本 我要稍微介绍一下 同志三年正月里 风生泰银钱流水 它时间是一到八月 同志三年四月里 卖盐流水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 四月十八到八月底 我刚刚讲七月 讲错了八月底 而有同志三年正月里 风生泰的来往老账 那么这是一个客户账 那是目前风生泰账簿中 最早且能匹配的三个账簿 但现在我这里要说的是 这个来往老账的 和我们外面看到的 它这个客户账的有三种 有三种称呼 有一种是来往老账 有一种是外欠老账 还有一种是知识账 知识账是工资账 外欠老账就是 就是这个延号 服务于周边几十个村张的 那些所有的那些 那些客户 跟他在买延的这个往来 那么这个来往老账呢 那实际上 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客户 是一些跟他有关联的客户 以及十个八个九个 十个十个左右的人 这些人应该是股东 或者是电火之类的 这样的一些内部的 这样的一些呢 他们主要这个里面呢 他们不怎么买卖盐 他们是有别的 这个银钱的往来 只有这些人物里面呢 这几个人物里面呢 有这个盐 因为他们也要吃盐嘛 但三号 这里面有二十几个三号 有十个左右的这个 这个自然人 自然人是买盐吃的 那三号他不买盐 那这个里面的 所以留下的跟盐有关的呢 是会比较少 但是我们开始 我们会对这个进行分析 那为了简便起见 我行文中呢 不引账户的全民 用简明来代替 我就讲银钱流水 蔓延流水和 这个来往老账 或者是外签老账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银钱流水和来往老账的关系 那么在来往老账 同时三年的 这个这一部分都是同时三年的 来往老账的第一二页 你比如说他有这个 他是这个来往老账 是分上下两栏的 我这个为了简便 我就用左右来分割了 签一堂两年以来 进城足营 这是头一年移下来的 成的这个影子 那么正月初五呢 他就取了113文 用着什么用 那么11日呢 又取了多少文 是用着买一种纸 等等等等 我们有很多省 他1月8号呢 他又收 这边是收了8000文钱 这里面呢 收了120文钱 这个钱呢 他标示这是菜仙 等等 那么当然这些 这些账号之间的 经济关系 我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个相当相当的难 我们现在只能从 会计的角度来谈 这个账目的设计 那么在这个账目里面 在签一堂户下 取的项 就要大大的多于收项 取项之二到 我截止到2月18日为止呢 有15条 那收项到4月5日为止呢 只有7条 这是在一个页面里面 不是一个页面 应该好几个页面里面 好几个页面里面 那么所有的22条 那我就现在来看了 所有的各位 22条的记载 全部可以在银钱流水中 找到相对的账目 日期和数据 没有一个差错 这就是我要讲的 那我的做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为什么用 用来往老账去取 以来往老账为本 我们去查银钱流水 因为银钱流水 一到8月 它都是完整的在那个地方 那么你 如果我以银钱流水为本 你查到的一个客户 可能这个客户 因为我这里客户 只是一个来往老账 还有大量的客户账 在外签老账什么 他缺掉 那你没法查 我现在以 我的来往老账为基准 所有的人 你就可以在 这个 银钱流水里面 可以找到 他有时间 你就去找 在这个时间向下 一定能够找到 这个 这个是没有 没有问题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来 我来把我的 这个从1月5号 到2月18号的 这些条 我就一条一条的 这是来往老账里面的 这个文字 我到银钱流水 账里面去找 他也有一个文字 这个有 有一个文字 收多少钱 大家刚刚看到的 多少钱 这个钱 文数一点都不会 取多少钱 这个里面就是 就是清清楚楚的 这个记载 没有一点的错误 那么其实我现在呢 就注意到 这里面的摘要 这个摘要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 前面有摘要吧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摘要 取113文 五道色分支 那么他原稿写的是 他是会放在 这个树牌的时候 是放在这个夹缝里面 靠近这一个 这是一条 他这里有个批 一个摘要 就是靠近说 这个钱怎么用的 比如说五道色分支 八尺指节 等等等等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现在当然 没有办法这样排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摘要 那么我来比较一下 这个摘要 那我们看 这个说五道色分支 这个五道色分支 这个八尺指节 这个八尺指节 这个再上过两 这个再上过两 好 那么我们今天说 那这个是 你比如到了这一条 1月20号这一条 他说他写的是 在银件流水里写的是 再上付李清文卖赶钱 那么到了这个 来往老账里面 他只是写着 再上付李清文 他没有说这个钱 是怎么用的 那么在这个比较里面 显然 银件流水的记载的信息 就要比 这个来往老账 就要多 你比如像 你比如像 这个也在 这个是 也在这个地方 他的是 也比这个要多 那么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个是 那么这个上凉钱 这个叫上凉风钱 这个是来往老账 要比他多一点点 我们再看 像这一条 王掌贵赴熟人盘费 那么他讲是 照相首付熟人盘费 那这个又是不同的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那我看看 这里折住了 你比如这样 这一条 银钱流水帐的 这一条 流物质 什么盐浅 这个字不认识了 那么这里是 负流物质 那么我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今天说 来往老账 客户账 就是说 是由 银钱流水 转过来的 那么这里的信息 就是不可能 来往老账里面的 这个摘要中的信息 不可能 多于银钱流水 明白我的意思 不可能多 那多是哪来的 比如像这一条 上梁的风钱 王掌贵 那么这是 照相首付 苏人盘费 这是王掌贵 付苏人盘费 那么这一点 那我们 我在表意里面 我说 银钱流水的信息 比来往老账 多的有两条 1月20号取权 1450文 来账老文 就是刚刚讲的 李清文这一条 还有付流物手 银钱流水 基于是严谨 这个是多的 再表意中 银钱流水的信息 要少的 有两条 1月20号取权 500文 来往老账 记为李春夏首 银钱流水 却记载为 出李春夏 前500文 由于来往老账 的这一条记载 是在千一堂的账下 那么李春夏 为千一堂的 办事人员 没有这个 来往老账的记载 仅凭银钱流水 我们不知道 李春夏的身份 还有一个 就是上梁的封钱 这个记为是上梁钱 那还是不一样的 这个里面呢 还有一条 不就在 就这一条 王掌贵 跟赵翔首的这一条 其实呢 在2月18号以后呢 表意里面 没有收入 我们还能看到 就是你比如讲 在3月25号 收钱8500文 来往老账里面 没有说明 银钱流水里面 补充 是伤心元的一钱 那银钱流水的 信息就多了 那4月2号 收钱1200文 来往老账 讲是张富一钱 这是又是一天 张富一钱 由银钱流水 说富张心 这个不是一 表这是一个什么字 那来往老账的心 这是一个一钱 那也信息会更多 我要说的是 在抽样的22条账目里面 在两个账本所载的日期 跟银钱数据相同的情况下 关于银钱用途的说明 至少出现了7条差异 其中来往老账信息 少亿银钱流水的 各有三条 另外一条 没有信息多少是差别 但是差异是明显的 其实我们由此可以结论 草流 以细流军事 都是对柜台营业记录 加工而成 细流并不出自草流 否则你不能解释 它们之间的多少 这是我22条 如果我到里面去查 我肯定可以查到很多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一定要查过来 我们可以查到很多的东西 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这一条里面 那么我倒是可以援引一下 李锦桑先生记忆 对一个 他又是银行的从业人员 又是一个账本的收藏者的 一个观点 他就说 当你在记这个 同时你在记这个银钱流水 和你在记吩咐账的事 其实就是这几天 当天或者是近两天发生的事情 其实对这样的一个记载 你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来源 这个信息来源就是 就是大家对这个做生意的 这个整个的活龙活现的这个过程 这个店员对这个过程 它有的这样写 有的那样写 对 我说正好 这就说明 这个系流 就是这个客户账 并不需要去抄那个东西 它们就来自一个 它们的共同的 对商店里柜台的 这样的一个实践 那就可以了 有的记得有差 有的记得是一样 那这个就说明了 后来我们在这一点上 倒是达成了一致 不要去刻意讲 银钱流水是万丈之母 所有的银钱流水都是 所有的账都是从银钱流水里面 整出来的 这个至少在客户上这里面 这个说法是稍微稍微有 有点问题的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点 那第二个观点 我们就要讨论银钱流水 和麦淫流水之间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那是特别重要的有一条 我们来看 在同志三年正月 这个银钱流水 第88页 4月24日的条下 有一个结算 这个结算叫做 路线是42中 共钱5万2478文 路线是2中 足银3.88两 我们将麦盐流水 这是银钱流水 这个路线是42中是啥呢 你把麦淫流水里面 从4月20号到24号的账目去相加 正是现金现银麦淫流水之家总值 比数和金额都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说在这个五天里面 2021222324 这个五天里面 他卖了也卖了多少中呢 卖了42中 卖到了多少钱呢 这个就是52478文 那么里面卖了多少银子呢 3.88两 那个钱我没有办法给你展示 42中的一个获得 以收盐为例 大家来看 4月20日的公和堂取盐107斤 收盐1.97两 4月21日里聚财取盐59斤 收盐980文 收盐1.91两 两中现金卖盐的生意 收盐是3.88两 这个3.88两 这里3.88两 1.91加1.97 3.88两 那如果你把42笔 那个钱的那个记载 你加出来 加到现在 一定是这个钱 如果你加出来的 跟这个不对 我可以告诉你 一定是你算错了 基本的99%的概率 是你算错了 他们偶尔也会犯错 好像一点点的错 但是一般来讲都是你说 而不是当年的帐王先生的错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本案里面 银钱流水 是在银钱流水中的路线是42中 路线是两中 那这个是一个现金卖盐的记载 是在卖盐流水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也就是说银钱流水的这个数据 是在几天一次的结算中 对卖盐流水数据加总和形成的 在某种意义上 这也意味着在卖盐流水 在这个点上 实际上它是银钱流水字幕 不是反过来的 所以这一个结论 以许多学者将银钱流水当做各账字幕的观点 是不同的 那么那这一个分析就启发我们重新思考 所有的零售商业账本中的银钱流水 跟卖货流水之间的关系 那这里面我特别要讲到 在统太生账本里面 在马德宾你们研究的统太生账本里面 你们的卖货流水 卖绿豆的 卖小麦的 卖米的那个账 哇好多好多 这个账本 实际上这个卖货的账本里面的账目 是可以和银钱流水的账目 是去匹配的 是形成了同一账 同一账 继两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会理解 那么从这个账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账的对应里面呢 我们因为开始 那么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 常常有人说 我后面还会说 我在这里先提一下 有人说 现金的往来 在统实账本里面 现金的往来 只记在银钱流水里面 就不记别的了 因为刚刚涉账的往来 会在客户账里面记一笔 会在银钱流水 或者卖盐流水里面记一笔 涉销盐的这个记载 那么在客户账里面也记一笔 到时候我要跟你去结算 那么呢 现金呢 他就说跟银钱流水 就记在银钱流水里了 就不记别的了 其实我说错 其实还有一笔记在 卖货流水里面 是不是这有补片性呢 待会我继续证明 这是有补片性的 卖盐流水里面 待会我还会挤别的账本的例子 其实我们今天的观点 跟大家看到的 我们这个广告上的观点 那是已经有 我有一个重大的修正 这个是另外一个作者 王国金的这两天 这一个礼拜 十天的新的贡献 原来他们有这个贡献 我就把它打掉了 他现在又贡献了一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讲 刚刚我们讲了银钱流水 跟来往老账的关系 我们又讲了银钱流水 跟麦言流水的关系 今天我们来讲 麦言流水跟来往老账的关系 同志三年来往老账 是丰盛泰客户账的一部分 其他的还应该有 外迁老账以知识账 目前没有看到 来往老账只收入了35个客户 其中如千一堂 月谢号 丰盛账之类的商号 有23个 其他的还有焦和 王文贵 智南人12个 我们的初步半段 这个主要来自 李锦章先生的这个学士 他说23家商号 是丰盛泰的关联商号 这种东西 我们外行是不大知道的 这12个智能人 可能是丰盛泰好的股东 或者是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大家来看 在麦言流水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 麦言流水里面的 我们这个是 这个书的 这个账本的夜码 这个是他取的盐 记得吧 我刚刚在给大家看 赦账的交易 叫做取盐 现金买卖盐的交易 叫出盐多少金 落入来多少钱 那么在这个赦账的里面呢 就是取盐多少金 取盐多少金 这个里面有一个交合 下面有趣的 他把那个庄严的口袋 七条口袋 他有一个记载 这样子 然后在来往老章里面呢 你就能够查到 查到这四个人 但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理法生的这一条查不到 为什么查不到呢 他这一条麦言流水里面呢 记载的他是6月11号的 理法生的这个买了 奢购了五金盐 但是我们这个理法生的 这个客户账呢 他是从7月15号开始的 就是说这个客户上 还有一个部分 像理法生的在6月7月15号 以前的又丢失了 又丢失了 是这么一个套路 那么大家来看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取了多少盐 他在这里说 你李清喜 你取了一金盐 那你在另外一个来往老章里面 他写的就跟爷们有关系 他说你欠钱40斤 他在交合这里 他说你取了841斤 在来往老章里面 在交合的户下 他记载的是 你欠钱4360三文 在这个整个的系统里面 取钱 欠钱是完全不一样的 取钱是你到这个账上 你拿钱走 放钱进来 欠钱就是你买盐的 欠的钱 那么我们来除以他 我用40除以1 我用43603除以840 得到的就是美金的盐价 大家来看 这一金盐很便宜 但是其他的都在52文一金 都是整整齐齐的 其实我们 其实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 也有发现 通常这个数字 如果你比如讲 这个数字取盐多少近 我不知道了 烂掉了 这个账本烂掉了 但是你一到来往老藏里面一查 哦 40文 乖乖 这就是一金 一金盐 当然 这个 我讲的例子不是这个 是一个五金盐的 我不知道它多少金盐 我就到来往老藏里面一查 一查我就把这个 一除就是五金盐 我就把它填起来 那这个就是 麦严流水 跟来往老藏 就形成了一个 在社购方面形成的一个 同一藏计量度 好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 这个就我们的核心就来了 甲定银钱流水账 我把它命名为A 麦严流水账 我把它命名为B 其实我可以把所有的卖货流水账 都命名为B 我把客户账命名为C 那么在同志三年 丰盛泰的三个账本里面 就有 既有一笔账 同时记忆A跟C 也有一笔账 同时记忆A和B 更有一笔账 同时记忆B和C 盖国字 这就是福斯目击中的 典型的同一账计量度 同一账计量度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历史的现场 这个就是因读我的论文 读不懂的朋友们的一再要求 我现在加了这么一个环节 存在这么样的一个流程 同志三年5月初五号的晚上 丰盛泰的店员 在结束一天的买卖之后 就将会台上的各式单据汇总 先将其中的卖颜之外的 现金的收入与支出 都记在银钱流水中 又将这一天 卖颜流水账中 对前几日现金交易的结算账 归纳为路线18中 或者路线13中 8中前路线13中 之类之类的记录入账 那这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A加B的一个过程 同时记录一个账同时记录A和记录B 他又把现金收支的每一条记载了 又要和相对应的客户账呢 要记在里面 那么就形成了A加C 那不仅如此呢 他们又将当天以现金成交的每一笔卖颜的金数 以金额以出为名 记载在卖颜流水账里面 卖颜流水账里面要记得出 要记得了 又将客户奢购或半奢购的取颜的金数 记载在卖颜流水账里面 同时又将客户所欠颜的这个价格 要记载在客户账中 形成的是B加C 这一个东西 很忙 他们晚上真的很忙 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那有的李景章先生说 不一定晚上 白天就可以做 那我觉得如果操作的很流畅的 当然白天就可以做 不用晚上做 当时就可以做 但是他们的这个思路是非常非常的清晰 就是一笔账同时就在两个方向记号 至于你是至于 比如讲我的银钱流水在白天记好了 我的晚上要把它记载在这个 要把客户账里面要记上这一笔 但是你又要想到 那你白天记好的 你到晚 你还是要到晚上 这一点可能是结算的日子 那个麦延流水里面的路线是42钟 可能今天报来了 它不可能在白天报来 它一定要在晚上报来 它报来了以后 你这里要记 你这个帐本里面的位置 是不能够留一个位置 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写法 那你要一笔一笔的记下来 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在这一个里面讲 这个帐本 三种帐本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互相勾连的一个关系 不是一个母子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并 就是一个并列的 一个相互勾连的关系 才形成我们在这个富士部纪里面的 同一帐记两步 如果你们把它理解为 所有的这些帐本 都来自于那个银钱流水 那就变成这个帐 变成一个货帐的一个概念 而不是同一帐记两步 那话又要讲 当年那些学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用一个简单的过子 把中国的富士部纪 用一个过子把它抹杀掉了 其实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相当相当的可惜 今天我不准备在个过子上面 跟你们争 因为我现在的证据告诉我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 我再找 我再找 22个 7个不够 你说还不够 还不够明显 那我再找 其实按道理讲 有一个就足以说明 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个子母关系 而是一个并列的关系 那我在这里再反复 来强调这一点 好 那我讲第四个部分 现在的问题 其实最复杂的是 风生态账户中的一个 奢账的一个问题 它是怎么结算的 这个问题 我们要处理 那么我用的光绪新年的 这个7个账本 它是可以互相匹配的 光绪新年正月和 立的银钱流水 和八月立的银钱流水 它覆盖了全年 这个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做光绪新年的分析 在银钱流水里面 它是全覆盖 没有 但是它的麦严流水 它就有一个缺 你看 1月到5月12号 这个1月到5月12号 这个不是正月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5月 这个是5月的 风生南麦严流水 是5月到9月 这个是 另外一个是9月 到这个11月 只有最后的11月的后面的 这个一本 缺失未获 这里我写错了 没关系 那么它现在的客户账 它又多了一本 你看 它有一本外倩脑账 还有一本知识账 但是它没有一个来往脑账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 从刚刚那个 7月15号的那一个案子里面 其实它有可能的外倩脑账 或者是来往脑账 有可能不是一本 有可能有两本 或者三本都有可能的 但现在从整个的账本系统来讲 光绪7年的给我们的惊喜是最大的 它有基本上 它是最好的一个 最完整的一个东西了 三个账目 是这样子 好了 我们以银钱流水账 如果银钱流水账 以路线是两中前 2048文 作为一个标准样式的这样的一个账目 它是没有包过盐的奢购的 对不对 我讲的是出的那个部分 就是卖盐流水里面 出和路来钱 或者路来足银多少 那么这个是一个现金交易的 那么这个现金交易的 这个三天一小节 四天一小节以后呢 就从卖盐流水里面 就转到了银钱流水里面来了 它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银钱流水里面 用这样的一个格式表达的 一个这样的账呢 它是现金交易的部分的这个家座 是一个小节的一个家座 大家看到 这是这个要明确 那么在我们的表二里面 刚刚讲到表二里面 1月18号李清喜 这个同志年间 三年 取言五金 他没有收言的记录 这笔账呢 就转到了外钱老账 李清喜的名下 这一节我们后面 还会去展开它的 那么现在就有问题了 李清喜奢购的资言 银钱流水里面没有记载 所以1月20号的银钱流水 路线是14中 是不包括李清喜的奢购的 那么这样的话 银钱流水 那就不是 岂不是就留下了 一个大大的资金缺口了吗 那我们不用慌 我们其实在 卖言流水里面呢 它另外有一套 包括涉藏在内的 一套统计数据 它可以弥补这一个缺口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 那大家来看 这一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材料我们在引的 1月6号 大家 这个在哪里呢 在1月6号的账目之末 这个是1月6号 这个初六 看到吧 1月6号的账目之末 这个之末 这是初期了 之末 还有什么呢 大家看有两组文字 161 大家看 钱 7728 这是千位 7728 那这个161呢 是盐的重量 美金盐 那么我们用7728 去除以161 得到的美金盐 48文 那这是一个小节 那么从大家来看 1月5号到1月6号 卖出的盐是161斤 大家来看 这里是60斤 这60斤 那这里是42 43斤 大家看 43斤 43斤 那再加上这个是58斤 大家看 出盐 出盐 这个取盐 知道吧 那这个是现金交易标了 那这个是现金没有交易标 是有赦账 开始我把它认作是67 结果呢 整个呢 就没有办法 就不能平衡了 结果我果断地把它 剪掉了 这个 还是把它认 把它 我理解过 它是除掉了 这个 整个账目就开始平衡了 这样子 大家看明白了吧 那这个意思 那这个意思里面 实际上这个161斤 包括这个钱 就已经包括了 赦购的那部分钱 他在这里面做小节 已经做出来了 那这个账的这个部分 是银钱流水里面 没有包括的 这个应收未收之账款 他在这里面已经写出来了 银钱流水里面就是 收到的账款 现金的部分 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地方是 还有更多的一个账款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麦盐流水里面 几天一次的结算数据呢 叫做元小季 这个就是叫元小季 他就这几天呢 五号六号 两天就做了一个小季 他一个月做了八次小季 包括月底的那一次 他小季呢 是累加的 所以第八次的小季呢 就1月29号做的小季呢 其实就是月和季 那么你这样一直做 做到年底呢 12月30号的那一次小季呢 那就是年总季 他这样的一个套路 这是我们要讲的 那么这就是我下面有个表里面 我叫表山中的元小季和元月和季 那表山中的小季呢 就是我来进行加总的一个计算值 我们在一个设计里面 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理 好 那么在 这个 在表山里面呢 1月20号 23号 26号 29号的40元小季 跟我们家总的小季不符 为什么会不符呢 就在于我们家总的小季里面呢 你只知道奢购的盐的金数 但是你不知道奢购的盐的那个钱 钱在哪里 他没写啊 刚刚这一条里面他也没写啊 他是家总以后放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那个家总 跟他的家总是不符的 但是呢 这个不符没有问题 你把那个 那个原小季 减去小季的仓 那就是奢购的价格 那你把奢购的总量加起来 一除 那就是奢购的 那个美金的这个价格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说法 那就看啊 我们刚刚的那个算法 1月5号朱海印 购盐60金 收盈多少 然后这个收盈收的多了 他又还掉他 500文钱 这样子的 所以是个负数 那么扣掉这个 按照当时的银金比加 一算了 一扣了 一除了 正好他这个价格就对了 所以我在这里不能写 我们算下来 是48 就在48文 什么48.2 这样子等等 没有关系 好 构言金数 构言金数 但是我们再看 所以他小季 我的小季 我把这个加起来 161斤 就是刚刚这一个 上一页账目了 他的原小季 也是161斤 都没问题 那收盈 我的小季 3.42 然后他没有 他小季里面没有 那么他的总的 我的小季里面 他的这个钱 只有2048文 然后他的小季里面的钱 就刚刚我们看到了 7728文 那么这个差别在哪里 这个差别就在这里 大家算一下 3.42文 如果乘以当时的银钱 银钱对价 1700文 一成加上去 就接近了 大家明白吧 那么这是1月7号 1月9号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做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让这个 就得到了平衡 我们再把1月27号 28号 29号的 我们再来做一遍 我中间的就把它去掉 那么大家来看 你比如这个郭旺 他在这里取了石金盐 他没有价格 这个就是奢购 这是奢购 这个中九炉 这个取了石金盐 没有付钱 这就是奢购 所以这个奢购 它的元小季 跟我们的小季 跟它的元小季 跟它的月合季里面 就会出现差额 我们这个点上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金数里面 就会出现差额 大家来看 我看看 这是盐的价格 在1月29号的帐幕之末 1月29号的帐幕之末 1月29号 这一个月的帐幕之末 卖颜流水 统一以前为单位 进行了本月的结算 月共卖颜1552金钱 7万4918文 以卖颜流水的 每一次的元小季的 家种值完全一致 这是元小季 跟我的家种的小季 是不一样的 在不包括 赎上债率的月合集中 以1700文作为 银钱对价 银10.48两之银 之前这么多 加上5150文 只有两种结算的结果 还是要差5548文 那么这个就是表三 整个表三里面 有10家客户 共105斤 12元的这个价格 那用5548除以105 得到了52.8 这是一个估算 因为实际上 这52.8文跟52文 还是非常的接近 实际上这里面是一个估算 因为你的这个银钱对价 是以1700文来算的 有可能在1680 有可能是1740 这个里面我们只能是做估算了 因为它这个对价 是在时常变动的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说 我们就有结论了 麦盐流水 依据其包括奢销 盐价在内的账目统计 实现了销盐数量 与销盐价格的平衡 只不过在其月度的结算里面 仍然有销价的7.4% 属于应收账款 但实际上没有关系 丰盛泰这个账号 也从钱恒大 丰翠楼等商号里面 奢购了他们的 买进他们的香油 买进他们的肉 在钱恒大就卖 这样子 其实呢 以他们之间的这个账目的差额 要到某一个时期 这一年的年底 那么一并来解决 我买人家东西 人家买我的东西 大家都记账 到年底的时候 一下把它截掉 是这样的 就是这是一个处理 奢购的一个方法 这是我们刚刚讲到 麦盐流水里面 大家看一下 是怎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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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麦盐流水里面 怎么处理 处理奢购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银钱流水里面 怎么来处理 这个奢账呢 从上映资料看 银钱流水里面 没有包括 因客户奢购 产生的运收账款 好 我们下面的表示 就把光绪青年一月 银钱流水中 所有的录像跟出像 分别列出来 因为这个账户 到一月底结算的时候 它是采用线程 那么就 所以就是将 一月份账本里面 进行的八次结算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 线程的银钱 这八次结算 它采用的是 诸词累加的方法 所以它用线程来命名 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呢 光绪六年 移赖的陈钱跟陈寅呢 是光绪七年 一月账户的一个起点 那么我们可以来看看 我先念一下 我们来看看 后面的账本是怎么做的 在一月六号的第一次 结算里面 账本中的线程的显示 四七 不对 这个想出了 这个我前面后来发现 我开始 我开始以为有三千二百五十五文的这个支差 我这个文字没改 为什么没改呢 其实我昨天发现 我再去核对 我发现我漏掉了两笔钱 这两笔钱 一个是三二零零 一个是五十五 加起来就三二五五 所以我说 大概所有的错误 都是我们犯的 不是原来的帐房先生犯的错误 所以大家看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说他在现金的这个交易里面 他的这个露营的这个银两 这是前年 前年以来的 那这个是他这个收入的银两 那么没有出银两 那么露来的钱是这么几笔钱 这里面有一个 我给他做了一个加总 那么出的钱呢 出的钱呢 是这样的一个钱 这个钱呢 在这里 那么我也做了一个加总 加总要用这笔钱 减这笔钱呢 就等于这个钱 那么这个以现成的这个 他结算的 现成这个四七六四八 是这个帐本本身进行的结算 那么这个减一下 它是一个零 没有错 那么这个表一直走走走走走 走到二十七号 二十六号 一直是都是 这个表都是很清楚的 我们来看他 这一个月 一月份的这个银钱流水的 最后一笔怎么算的 这个最后的一笔钱里面呢 这个也有意思 也是路跟到处 这个处里面呢 他就有 他本身这个记载里面呢 我特别要强调 一月二十九号 他买了钱恨大的 香油五金 美金六十八文 我在这里面 用这个阿拉伯数字来表达 都是他的苏州码 我就用阿拉伯数字来表达 那么这个一层 层下来的三百四十斤 如果我这个三百四十斤呢 它没有层 它没有层出来 我把它移掉 那这个地方的减呢 就变成了二十文 那么现在呢 你现在把加总 用这个值 简单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这个值和这个值之间的关系呢 就差了三百六十文 没有关系 实际上就是原稿里面 没有把这个三百四十放进去 我今天把它放进去了 如果我把它三百四十文 拿开 这里的差距是二十文 二十文也是二十文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我一直都认为 所有的账房先生都不出错 只有我们会出错 那么这个里面的出错在哪里呢 有出错 就是说这个五金香油 到底是六十八文还是七十二文 如果七十二文 那这个二十文就平掉了 如果还没有 所以我估计这个价格 七十二文一斤和六十八文一斤 他们还有增值 当然这个说起来很可笑 这么大的一个店 为了一斤香油多四文钱 还要去增 但是你的账本上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只能这样的来认识它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 这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很显然的是 银线流水账中 确实没有包括因奢购产生的应收账款 那表三证明 处理奢款是麦延流水 几日一次的小结算 月结算或年结算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这个麦延流水 麦延流水这个是它的工作 而银线流水里面就是做这个现金的一个结算 那么当这两个流水放在一起到年中 那如果这个商店 如果像统台生这样的商号 如果它有七八个卖货流水的话 那么七八个卖货流水到了年中 把它全部碰起来 看他们最后的一个结果和现金的流水结果 马上这个账就给算出来了 那这个是我们来进行账目计算的一个非常快捷的一个方法 我们也透过这一点 我们理解了这个账目的一个计算 以及做账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我其实要告诉大家 在我之前是不清楚的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 富士布吉三角账以四柱结算 其实四柱结算没什么好讨的 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富士布吉和三角账 我用的是杨端六 我讲为什么我要引用他的东西 而不引用那些名人的东西 我们大家来讲 凡计一笔账 必用同样之数记录两本账目 譬如张某还我现扬一百元 此一百元之数必须记录在张某账中 记住这个就是客户账 同时又需记录现款账中 记住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这个银钱流水 此富士要double entry 这个名称之所由来也 这个是他翻译成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账还是 就是我们理解的 就是同一账记两部 因此管理部计之能 只要查出适当之两本账目 而将此数各个记录 既已进部计之能 是之大半仪 这就是我讲的 那一天的晚上 同时拿 对每一笔账 拿出各种各样的两本账目 分别的去记它 这个就是富士布吉的 富士布吉 这个跟杨端立讲的 富士布吉的第一个要素 同一账记两笔 翻同一账记两笔 就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好 第二点 我先讲第三点 他说无论何账 无论账进入 无论比是如何 各数只可相加 不可相减 好 各位 大家看到了 我刚刚做的那个工作 就在一个设计里面 做睿家的工作 做家总的工作 那这也没问题了 这里面其实是有点问题的 第二条 通常将账分为左右两方 上下两方已是区别 旧市场财区上下两方 新市场财区左右两方 张某还来之款 总记在张某之上右方 收入之限管 记在收入所方 其实大家看到会比较晕 其实我今天 我已经把认为完 我开始看的时候 之前非常让我吃晕 现在我非常的清楚 没什么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卖盐流水里面的取盐 和客户张中的欠钱 客户在卖盐流水里面 它是取了盐走了 你的方向就从我这里拿东西走了 在你的客户账里面 对不起 你欠我的钱了 这就是两个方向 清清楚楚 我就这样的理解 我以前不清楚 那么现在我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富士布局的三要素 那富士布局还有两个目的 富士布局的第一个目的 在乎察觉错误 照上述的规则 每笔账记两次 一再左一再右 这个我们不去管它 这以后无论笔数落干 你只要把这边加跟那边加 结果一定是相等的 各位我们的歧视的 同一帐级两笔 我不讲了 我在计算的过程中 滥掉的这个 这个阿拉伯盐的金数 我可以到你的客户账里面 去找那个欠钱的数字 我可以把你求出来 这就是富士布局的目的 一笔账记两次 这笔错了 我就到那边去找 而且这边的加跟那笔的加 刚刚我们在掩饰的那个结算 那都是非常非常清楚 你左笔加右笔加加间 以后一定是非常清楚 好 他说布局的目的 在乎计算损益 我刚刚讲了 他们这个损益 尤其是现金的部分的收和支 它是每三天一次 每三天一次 这个是做的比较繁琐的 有很多的商号 它是十天一次 甚至是一个月一次 它是做的比较繁琐 一个月做八次 这样子的 他说他就认为 普通人家的所用的流水布 是不需要分门别类记载的 他说这个是商号的布局 是富士布局 是要计算损益的 普通人家不要计算的 所以没有这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先留在这里 好了 杨端丽琐塞说 就是布局 专重对人的关系 凡一户一户的客帐 必调分履息的机制 大家看到了客户账里面 确确实实实 我们举的那个例子 签一堂还有几个 一户一户的客帐 记得清楚 但是其次是银钱的出路 也有强细的记录 但是他说其他的账项 货物损益 并且性质是对类的 而又不是银钱之重要所比 就略而不详 那我现在是搞不清楚 杨说的是 中国就是账户中的客户账 跟银钱流水账是认真的 而货物账是损一计算 是比较马虎的 损一计算是怎么会是 损一计算是对账目的一个计算 怎么这个地方就出来了呢 但是却没有 他也没有说 是不是凡同一账 B级客户账 以银钱流水账 其实我现在看 我现在清楚 杨端六 虽然是身处 我们那个传统时代 其实他对中国的 旧市账户的认识 他仍然是不清晰的 仍然是不清晰的 我们回到前面的李孟白 他来讲三角账 他说是一个笔形账 什么叫三角账呢 他说除了对外转播账项 需同时记录来账和去账 两方外 其余现金出拉 货物买卖账项 仅记其一方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说对外转账的时候 要记录来账和去账 对外转账 这个转账不是现金交易 是转账 那么他认为这个是 富士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指账 商号在非现金转账的时候 采用的是记录来账和去账的 富士的记账法 而现金出拉 货物买卖里面 仅记一方 那他的这一个看法 其实跟富蕾刘志祥的研究 就很相像 那我分析完了 那我来 我们再来看 那么富蕾他们有一篇文章 讲自贡的景点 他采取的是三角账的方法 先讲的是两角的方法 非现金收自动的经济业务 他遵循所谓有来必有去 来去必想等的记账规则 他对这个规则的理解是不对的 每笔业务要记两笔账 既要记来账 又要记去账 他以1921年3月30号的这个账为例 他就是说 铜心龙这个钱账 就是我大龙井要付一笔运输 50根收穆的运费 要给这个缴付 那么这个钱怎么来 他的会计里面就说 我从铜心龙的账目下面 就取来了钱1680文 然后又同时马上在这个账页的下面 就付给缴利 就去钱1680文 他认为是流水部的收房跟富房各记了一笔账 以收房表示本店在铜心龙钱账的成款减少 以富房表示企业物口的运输费用的增加 他说这个是明确的富士记账法 这个是不对的这样的注意 他讲的这个分记两笔 不是指同一账记两部 而是指同一笔账在同一个账部 同一个页面的两个方向各记一笔 这种记账的方法 虽然不建议丰盛泰的账部 但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说大龙井是一个工业企业了 他这个大宗的银钱是透过钱账来管理的 跟他来往的客户都是那个主研的这个照顾 他为这笔钱的一万多文 他开具支票指令缴付航到同性龙钱账去取这个缴利钱 明白吧 那么大宗银钱的往来是通过钱账来管理的 采用这一个方法当然是合理的 对不对 我说后来我跟你讲这个记账方法 也建议这个时常的龙家账部 我这个意思 我们有一个账是很典型的 曹树记在村庄上拖 我的一个学生A去跟我养一头猪 从小猪养到大 那么他就当猪养大了要来跟我结算 我扣掉我的成本钱 那么按照十价卖给我 我就要付钱付给我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我没有现金付给他 我就开个支票叫他到那个漏店 那个漏店我有股份的 我有这个他在管我的钱到那边去取 那我在我的账上 我就从那个漏店取来的钱 在这里就付给你钱 这哪里是什么富士账簿 这就是一个非现金转账的一个方式 是一个乡村金融一个支票转账的一个方式 这不是他们所理解的一个方式 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认为 丰盛泰跟众多客户之间的设账交易 虽然也是转账欧费现金 却是同一账记两步 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 并不特指同一账步即收支两笔 也指同一账记两步 如取盐以欠钱 你取了多少盐 你欠了多少钱 这个也是一种 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 这个现在就非常的奇怪了 富蕾他们就以这个原则 也是李孟白的那个原则 他以作为标准的 他对另外一个单脚账文认定就变得有点奇怪了 他说你看 1921年3月3日购入阳丁二两负现金110文 那么在流水部的下颗登记赴阳丁前110文 他说他要记两笔 他说他们两个认为按道理你这笔账要记两笔 你现在不是这样记的 所以你是三角了 一方面要反应购进丁子 而是严谨的生产费用增加 另一方面要反应应支付价款 而是贵征的现金减少 其实他们没有看到 在大龙井的帐步体系里面 有一个帐步叫做人工伙食扎项总部 在这个总部里面就有设置了石灰丁子的开支项目 你银钱流水里面可以反映现金的减少 而人工杂货帐步里面可以反映 景岩的生产费用的增加 你这个账做得很好呀 以我现在的理解 那个自贡景岩的大龙井的帐步的设置 就和丰盛泰帐步的设置是一模一样的呀 一笔账记两个 这里买了丁子了 这个现金里面走了买丁子了 结果在这个人工伙食扎项总部里面的 社会丁子的那个账目里面 那就有这一笔呀 对不对 好吧 其实你再仔细阅读附累刘志祥论文中的表格 确实他就是跟一个风生泰的套路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他这个时间是光续民国年间 所以他是不是能够反映这是传统中国的这个呢 按照这个我记得有一次还会跟马德宾教授聊 他说这个太晚了 这个不相信 那我没有 其实我们都我心里知道这个就是传统 这个跟今天跟风生泰相比 他就是传统的一个东西 好吧 那么在富士跟牛市的解释里面 他也认为客户账的账目是从流水部里面经过整理规律 就分下过路跟转路的 这就是我前面第一文章的第一个部分要辨识的 不是什么过路转路分类 他就是同时记得他两个那个这个两个账目的关系 他是一个平行的关系 不是一个拇指的关系 他们就会把它理解为一个拇指的关系 好吧 这样一来 四川志工的大龙井的账目中的完美的富士布基 就硬生生的被他解释成了三脚诈 这种三脚诈 这是一种三脚诈 那我今天在这里开始来对今天两位以账人 维鹏跟马德宾的观点我来进行讨论 他们俩认为统生代乍博中的计算方法 属于中国传统的单式收复式记账法 记账主要侧重以现金的收支方面 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你们有好几个观点 我再琢磨了半天 你在网上还有别的论文 反正我也相当的吃力 我引用的是到底引用网文算不算呢 这个我也蛮吃力的 后来我打电话维鹏说 确实是他们这个对三脚诈 脑子是一片还是一个糊涂的 我现在清楚了 我以前一直糊涂的 他说记账侧重以现金收支方面 账目对于现金收支只积一笔 他通过这个流 这个就是问题了 你们说这个记账主要侧重以现金收支方面 账目只对现金收付只积一笔 但通过每个三五日的一个 银钱流水阶层的方式 对现金流程及去向进行审核 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方法 就是卖盐流水 银钱流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做法 但是但是还是要清楚的 你们认为他对现金收付只积一笔 其实你没有看到现金流水跟客户账的匹配 现金流水跟卖货流水的那个匹配 我已经清清楚楚 我也是琢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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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发现的 我要说的是 统胎生账部中包括了卖现账 卖豆油账卖油饼账 卖棉花账 卖各种粮食的这批账 这批卖货流水 以风生泰的卖盐流水是相同的 既然统生泰所出的时代 以账本结构 以风生泰相同 风生泰的现金收付分计 以银钱流水 卖盐流水是两笔 现金收付 这是卖的这个过程 那么你说统胎生现金自己一笔 让我们怀疑卖货流水中账上的另外一笔 是被这两位先生所忽略掉了 但是我要说 如果我来做统胎生 我也会忽略 因为这样的账本要摸了 但我们对这个体系都不熟悉的时候 我们就要摸这个账本 我们没有办法过三五天 又跑到图书馆去搞一阵 搞一阵 那他怎么会做得好呢 这是非常非常的难 这个手账要在手边摸的 当我们清楚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以后 我们再来做这个账的对账呢 那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了 这个是非常我能够理解的 好 那么李孟白的另外一个观点 李孟白一方面认为 中国传统账户是以三角账为标志的单式布计 他一方面又认为云南各族商场盛行的 1930年代登销扎彩战是中国的富士部计 现在我也怀疑李氏存在着误读账本的可能 实际上我要说的是民国时代的研究者都没有好好地去比对账目 从而轻率地得出结论 意思就是说我认为都是富士 都是四个角 你们没有找到的一个角 你们就说三角 就好像今天有三角象三角老虎 其实老虎都是四角的 你是没有找到的一个角 我认为我找到了 那么开始了我认为确实是有 我在大家看到的这个题目里面 我告诉大家 我们认为确实是那个非五分支的 我们假定非五分支的 它又不需要分红 又不需要向某人来查账 他干嘛要现金的部分要记两笔呢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结果最近王国进在这个时期里面 他改正错误 他就把干线我们已经出版的 义和相好账本拿出来 这一个家庭修理钟表的一个商店 是1904年到1955年的 他有银前流水帐跟客户帐 搞错了 这里我没改吗 这里这里 前面是个我没改 我没改 我用这一个来讲 它里面呢 既有同一帐分别记载在银前流水跟客户上的 这个我们以前就有发现的 也有同一帐分别记载以银前流水和修正总部和照相总部上的 作为一个修理钟表和兼营照相业务的商店 义和相的修正总部和照相总部 就是类似于风生态的卖颜流水 也类似于所有商店的卖货流水 这样子 那么这一个发现 那我们就非常的要紧了 就是义和相账户的这个基账结构呢 和风生态账户是完全相同的 令我们推测所有商店的基账结构是相同的和相似 各位 我们要知道你们在讲三角账 没有人讲得清楚三角账 我现在理解的三角账 其实就是你们没有找到的一个角 各位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学术上 在这个尝试上 说没有 是非常的难 说有是非常的容易 那今天我说有 我说风生态里面有 我说 干谢义和祥的账簿里面有 那你们这个说无 你们还能成立吗 我这个话是针对着 会计史学界的同伦们讲的 你们讲三角账 真的讲了很多年了 其实你们 都没有去好好的比对账簿 尤其是没有比对过 整套整套的账簿 所以你们就说 那是一个无 所以四只脚的老虎 给你们弄深深的整出 三只脚来了 这是我讲 那么大家来看这里的 这个民国元年的 这个逐日的收支的总部 这个就是你看 四月一号 这个是收钱 这个是付钱 四月二号收钱 付钱 这个都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义和祥账本里面的 我们把它叫 这个就是银钱流水 那我们再来看 那这个就是修理钟表的 一本账 这个我昨天晚上拍的 拍的 这你抱歉打断一下 时间不多了 我们看能不能 马上结束了 马上结束了 好的谢谢 就看着这个就结束了 这个是他的这个修正银钱的布置 这个是银钱流水 卖颜流水 这个是客户账 我们当时的命名 把它叫做欠费总部 就客户账 好 结束了 本文通过清代风正派账簿的分析 建构了一个有关中国传统账簿的逻辑体系 不同时代 不同地区名称各异的各式账簿 主要可以归来为营业账 会计结算账 两个大类 营业账簿可以分为流水账 客户账和家庭开支账 会计核算账有四座农门方法 无论是股分子的小型家庭企业 还是非股分子 还是股分子的中型的大型企业 都采用纯粹的富士机账方法 所谓的三角账 是研究者没有发现 以及匹配的卖货流水 所造成的误判 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三角账 中国上方中的机账都是富士的 那些将三角账视为中国单式部级的不能成立 将其视为单式部级 向富士部级的过渡的观点更不能成立 现在我要讲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丰盛账簿 我们就可以搭建一个更加完整的账簿的链条 银钱流水加上买盐流水跟卖盐流水 加上货物账 包括盐的入库跟出库 包括卖盐的流水跟买盐的合股账 那么本文所做的工作只是在这一块里面 这个最后的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端 那么我们现在要去进攻中间的一段跟上面的这一段 这就是我们讲的 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做到同一章机两步 把整个的这个商业的这个环节把它覆盖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那么最后的我的分析 结论就是在传统中国的零售商业里面 同一章机两步是其典型的附设计方式 相信西方零售业也是采用同一个方式 中国的附设部级 西方的附设部级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性质上都应该是相通的 这是因为传统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 跟西方的商业资本主义 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性质上都是相通的 好的 我的报告完了 怎么样 好的 非常感谢曹老师来的报告 后面有点时间没有控制好 我都知道 稍等 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嘉宾讨论环节 等嘉宾讨论完了 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再从观众里面提出 我先倒杯水喝好 我们先讲回关系我批评 好了 那趁此机会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嘉宾 一位是来自于伊乔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宾教授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也是我们量化历史研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袁维鹏研究员 他们也都是正在研究中国的会计史 同时另外一位讨论人 当然就是常设讨论人 是我们这个量化历史讲座发起人香港大学的陈志武教授 那么下面我们要不先马老师您来点评一下 听得见吗你们 听得见 好的好的 行非常荣幸 实际上那个 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们最早做藏本的时候 我就跟就那时候觉得很荣幸跟曹老师介绍 我记得我们还为藏本还专门开过会议啊 后来又在那个 历心会计的博物馆也开过一天那个藏文讨论会 李锦商老师也是很久以前见过 今天是可能也在观众当中吧 所以我觉得包括当时他那个晋商的本书 一下子一下子给我们打开了思路 我必须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读账本是非常非常外行 从中国账本到西方的整个会计制度我都是非常外行 最初跟尾鹏开始一起做的时候主要是想找数据的 后来做做做做做以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变 就是跟我们在LSE的同事会计系的 这个我要就是在曹老师提的时候 我必须强调一点 我们关于会计制度的文章 我和韦彭包括也说我和Richard McVie 就会计制度的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 我都是依赖于他的 所以说我们那个文章 特别是13个人很多 今天我讨论很多东西 也是依据他的很多很多一些想法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稍微讲快一点吧 就是说那个曹老师实际上又 虽然我是外行 但是后来我对这个问题呢 变得非常感兴趣了 感兴趣有几个原因 就是富士部纪作为一个 跟我们工业革命啊 跟其他各方面的 都是连在一起讨论的问题 然后呢 之前呢曹老师一把文章看了 寄给我了 然后呢我在这里呢 就也听了曹老师的那个报告 就是有一点比较遗憾 就是特别是我这两天跟Richard 我现在在仁臣 我跟Richard打电话 我说你应该早点把你的 把你的东西比较完整的拿出来写出来 很多地方跟曹老师的观点并不矛盾 就是不同的就是解释的问题 就是我现在说两个最基本的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 之所以我们不认为中国 它那个是富士部纪的 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东西 我们没有找到 这两个东西呢 实际上曹老师今天讲的也没有找到 是什么呢 一个是个别的交易 它是非常在几个不同的账本当中 登记这个是非常清楚 但是账本跟账本之间呢 特别是到总经账 到最后那个审议表当中 串不起来 这个是富士顾忌一个 我们一个那时候找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富士顾忌的话 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也是那个McV 他那个经常提醒我们 西方的账本的话 他那个一个真正的WN2 Bookkeeping的话 他所有的账本 他那个转账的时候 他有那个页码 page number 所以说你可以把它trace出来 trace出来以后 它最后呢 可以形成income statement 形成个balance sheet 这个balance sheet可以是每个月 每一年的总结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可以找到balance sheet 也可以找到income statement 这是资本所谓度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账本之间 把它trace 就是它的原来那个一个一个账本 这个是我们现在 这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日本人最早把西方那个复制部级引进来的时候 他叫做连环 连环法 所以说这个一笔账即两笔只是一个形式 但是最最重要这个账本之间的连接 包括通过运配那个营用的页码什么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很多方面找了很久的这个统开生命的看不到 那个曹老师那个里面呢也没有提到 那么其他的他说就是中国账本这个是杨端上提到 就是他没有对固定资产和那个库存 这两项在整个省计算里面我们看的就不清楚 折旧这些东西都没有 所以说你最后出来的income statement balance sheet的话 他主要是现金流 就是外债 所以说那个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曹老师说那个杨端六那个就非常有意思 杨端六我觉得他当时没写清楚 他指的内部财产省一账向中国这个资本不够的话 他就指的这个在内部的资产他没有很好的纪录 这是两项当中的数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实际上我觉得我最后那个讲几个方面 就是在账本之外的这个这个情况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曹老师那个 那个李锦章老师他们的观点 就是商业精神是相通的 这个一点没有问题 就中国的账本这个记录非常非常仔细 而且我们经常在使用的时候 中国的账本那个准确度 精确度要远远超过这个中国官方的人口统计啊 这种数字的记录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现在是想呢 讲那个那个联系到这个账本之外的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不说富士估计 你也可以说忠实的是富士估计 这个是没有问题 就是富士估计在西方的话也有很大的争议 而且这个争议呢就非常有意思 Richard McLean的包括那个老师 巴罗亚米他写过经典的文章 因为大家知道富士估计 是最早是14世纪意大利数学家 Luca Pacioli 他写的一本数学书 他这个一本数学原理 这个数学原理里面两张 是讲那个富士估计 其他都是讲那个什么几何 讲其他东西的 那 Pacioli的他是对那个意大利 当时威尼斯商人的会计的一个总结 他通过数学原理的一个总结 所以他得出了一个非常系统的富士估计的方法 包括一个最重要的原理 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算进去 桌子椅子啊 这种资产都要算进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这个 Pacioli这个富士估计呢 经过韦国 经过商把他变得有点神话了 变成支部主义 兴起了一个重要基础 这个是巴多亚米 麦克威尼他们那个批评的很重要原理 实际上这个富士估计的话 对小的企业 你没有很多的固定资产 你没有也不是个 Corporation 也不是个很多 partnership的话 这个并不是很因为他非常非常 clumsy 一点都不方便 你每一个东西都能寄 每一个东西去做审议表 你像中国的现金流控制的话 他完全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杨伯尼很早就说过这个问题 故事估计包括在西方的话 大部分中销企业也并不使用 使用的像那个麦迪基班克啊 这种东西都非常所有 所以我那个前几天跟麦克威聊天的时候 也非常有一些牛津大学的College 他一直都没有用富士估计 到老二世世纪的时候被人家骂了 说那个牛津大学你这么高贵 你怎么还在用古老的传统的这种 这种布局方式 那么这里面说明很大一个重要 什么问题 富士估计最后的这个整个主导体系的话 按照他们的说法 跟会计这个专业团体的兴起很有关系 包括专业团体通过教科书 19世纪一直到19世纪二世纪 特别是像铁路公司啊 就是大型企业出来以后 这个富士估计再作为一个普及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希望呢 在这里的话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讨论 其实我觉得并不 我包括那个跟那个 麦克威就讲的话 他说中国这个富士估计的话 确实就像曹老师 商业精神是很相通的 但是呢 他跟西方这个系统的 通过学理导出来的 后来也通过会计团体 重新建立起来这个的话 还是有很多根本的不同 但这个并不是说中国是落后或者什么的 他说你可不可以沿用 他不要用double entry 叫double entry 一个一笔账记两笔 那是完全没有 或者叫double entry 曹老师整个讲的 但是有一些那个富士估计 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 当中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的 传统账本上都是 还是看不到 那只到二十世纪以后 大家都知道 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以后 上海的会计团体 这个完全就兴起了 像他说李孟白啊 杨端六啊 这些都是专家 所以说他们那时候面临一个 一个课题呢 就是怎么样把中国原有的 这个传统的富士估计 能够把西方那些概念 把它引进过来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个我基本上就说完 但是我就想 那个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 怎么样是理解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话 你理解一个传统的 产生的话 跟他背后的很大的一个学术背景 我们现在中国这个学术背景的话 这个我跟那个Richard说 你很少有看到accounting menu 这会计这个教科书读本 传统的书你这时候看不到 这个我们现在就重新去追溯摸索 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在西方的话 他有很长的教科书 然后通过这数理这个整理 这个当然跟曹老师说的 包括跟我们自己说的也并不矛盾 但是呢 从这个两方面 它是有很大的区别 好我今天就想说这些 谢谢 谢谢马老师 袁老师您接着来 首先非常感谢曹老师这个精彩的演讲 我觉得只要演讲就是说 包括我们 此前的一些研究 就是说可以看到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会计史的研究 已经进入到2.0的时代 就是说我们这个研究就是说是一个 依据企业的档案 而不是民国时期的 或者说现当代的一些学者 会计专家们的一些说法 来去讨论这么多的会计史 那么这个曹老师今天的这个演讲呢 很多方面都给我们启示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是简单的主要是你回应一下 因为有很多曹老师 对我们和德斌 我们对统裁生账本的一些研究的 一些讨论 那么我就做一点回应 一个回应就是说 关于三角账啊 四角账啊 或者是福斯波纪的这个问题 其实曹老师他今天引的是 杨丹六的那个一个定义 但是杨丹六并不是一个民国时期 并不是一个一个会计界 特别特别有名气的一个学生 特别全规的一个学生 我觉得最全规的学生应该是啊 潘旭能他们 潘旭能徐永拙啊 他们这些人 其实他们这些人的定义 其实是我我过程感觉的话 其实是比较跟我们现在 包括我和Richard的马克冰 我们我们对福斯波纪的定义 应该说跟那个杨丹六先生的 这个看法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在于是计两笔计几笔的问题 其实有些账可能计了三笔都有可能 在我们统裁生账里面 有的账可以计三笔都能找得到的 但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那个关于福斯波纪 更多的孩子在就是同一个 同一笔交易 他在不同的方向 能够同时的呈现出来 就是一个呈现 不仅是说你在不同的账本里面 可以找到他 而是在同一个账号里面 根据他的方向 根据他的那个带来资产的变化 把它呈现出来 这方面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其实就算找到了三角账四角账 在我看来的话 我们也没有 是否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 来证明中国的传统的波纪 就一定跟 就是在形式上 是个福斯波纪的形式 当然我们就说在内容和 上面我们又跟曹老师相同的 就算中国的传统波纪 是个单式的话 但他也是能够适应商业的需要 能够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这一点我们又是相同的 这就是一个回应 第二个 我觉得今天曹老师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说有一点他主要强 就是这个草流和溪流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他强了这个盐店的账 就是说他是那个盐账 盐店的那个买盐账 是一个第一个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整理去赢钱的账 所以呢 就是这个关系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有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就是说 这个对于我们过去来理解 这个账是有很大的 但是我要同时也要说 因为统太生账很不一样 就是这个这个关系的话 其实在不同的商店 那里面有可能 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但是你要是个杂火店 又买几十种商品的话 显然又是不可能 做出一个完整的账 那么在统太生里面 确实这个银钱区域账 的地位要远远比 那个要高很多 这个是我觉得 是一个非常的不同的情况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不同的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到2.0的时代 我们进入到这种不同的商店 不同的那个档案里面去找 中国的传统会计的做法 以及来得到一个评估的阶段 但是我们一定要 这个商店和商店的 商号和商号的行之很不一样 而且在某些做法上面 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 我们还是就是说 曹老师今天这个很细 第一次的这个档案的那种研究 那种虚拟 给了我们很多的 给我们这个课里 走很多的启发 那么我们也非常的感谢 表示谢谢 就这样 好了最后我们来请 谢谢袁老师 最后我们来请陈老师 来点评几句 好吧 谢谢支持 那个非常感谢曹教授 今天给我们做这个讲座 特别是我知道 每次听到 曹教授讲座的话 你不得不感动 他总是能量非常非常高 比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的学生 能量都高很多 所以对于我们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人 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维度 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 我来简单的补充一点 就是就接着刚才马德宾老师 讲到的那个话题 就是就为什么那个那个现在 或者说工业革命啊 发生在欧洲啊 特别是这个这个会计规则 那个会计作账啊 在中间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让我们看出来 一旦那个公司的股权啊 在外面流动起来 而且呢是可以自由交易以后啊 对于这个会计规则 带来很大的变化 因为刚才曹教授介绍的 这个传统的中国 主要是侧重那个现金收支 那个记账啊 这个做法的实际上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东家 和那个伙计之间的那个 信息不对称来的 不管是两本啊 还是三本啊等等 都是为了保证啊 这个我找到外面的伙计 把我来管照 我作为东家的 总是没办法跟踪他的 所以你要给我 要写得很清楚等等 但是呢 这样一来的话呢 一往的这个中国的 会计规则里面 就对于那个资本开支啊 折旧等等啊 或者说计题啊 都基本上忽视的比较多的 因为原来的话 如果我们这个 我们两个人一起来 作为公司啊 你有50%的股权 我又50%的股权 你也不会卖 我也永远也不会卖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呢 花了一万块钱 买了一台电脑 这一台电脑 是马上在今年的利润里面 扣出百分之百扣出来 还是要分成为十年 每年的这个折旧一千块钱 大家可以马上想一想 这个对于这个今年的利润呢 这两种不同的做法 对今年的利润呢 会影响很大 如果我是这个临时的股东 我有可能明年呢 我就把那个公司的股权啊 要卖给别人的话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肯定不愿意 把今年花的一万块钱 买的这电脑的成本啊 都百分之百的 从今年的利润里面扣出来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我现在是股东 我今年分红啊 就可能会少很多 所以对于我这个 有可能明年要要换手 把股权卖掉的那个股东来说 我至少希望把那个一万块钱 买电脑的钱呢 分摊到未来十年 每年呢 寄提那个一千块钱的那个折旧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对于我今年能够分到的红利啊 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举个这个简单的例子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旦那个股权啊 在公开的市场上 比较广泛的范围之内流动起来以后 那么对于这个记账呢 这个会计规则带来很大的影响 当然到后来的话 如果政府针对企业也要征税的话 那这个情况呢 又会变得复杂一些 因为政府也是不希望呢 你把一万块钱买的电脑的钱 全部从今年你的收入里面扣除掉 这样一来的话 会大大减少今年政府能够得到的那个税收了 我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除了这个刚才曹教授讲到的那个记账 这个是为了解决火急跟这个东架之间 或者几个不同的少数几个不同的东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呢 推出来这样的一些规则 但是那个现在这个上市公司股票市场啊 带来的那个要求就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个在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这方面的记账的做会计的这个规则 在16世纪后期17世纪初期啊 就已经有这些方面的发展 我就简单的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陈老师 抱歉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 那么曹老师您能不能用两三分钟做一下回应呢 然后我们就结束 这里面你们有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这个 听得见啊 听得见 非常大的问题 我因为说这个账本的这个总金账没有跟他配套 其实我们在读刘秋跟关于万里年间一个账本的资产负债表的研究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做资产负债表的 还有一个不要把中国的商人理解为他们都不知道把这个账本勾连起来 你仔细去想一想 山西的商人三到五年一个账期 账期里面就是要把这个公司要合伙 把它结束来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所以沿用这个旧的号 这一套东西他们全都懂得 只是我们现代的账本能够把这个账和总金账勾连起来的这个路径 我们没有打通 你们说没有打通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影院看的这个路径 你说中国商人没有这个东西 我完全不同意你们的看法 但是这是给我们对后面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能够做得到这一点 但是你们现在的这个认知 包括刚刚这个志武老师对我认为中国商人有这么的糊涂 连这个分摊这个成本 这个都不会做 三年就是一个张机 他们要重组公司 重新的要计算 哪里有这样的可能性 我可以告诉你 只是现在我们的资料不能够让我们来满足这样的一个研究 但我告诉你 中国商人绝对能够做到这一点 之所以为什么不用这个潘旭伦他们的研究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要把这个 这一个复试部级要放在一个低的这个水平上面再来讨论 我不能放在那个讨论 我们完全下面的这个叙事我们就连不起来 你明白吧 所以我要找一个当事人对于富士部级的那样的一个低的理解 就这个意思了 好 我就讲完了 感谢各位 一个是串得起来的 我们现在没有串 肯定串得起来 是吧 你们等着看 将来我会给你们看到实际的例子 好 曹老师 这个讨论越来越激烈 这是我们非常想要的效果 我们决定再延长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再继续讨论几分钟 对 那个 您可以再继续讲 曹老师 我可以再继续讲 我可以再继续 我 说 他问题 现在的我们的问题是困难在哪里了 你们自己也是 你们讲你们统态生没有找到 其实我知道你们统态生也没有找到他的总性账 对呀 你如果总性账找到了 我们来深入分析 按照先从这个统一账记两部 多少个账本 我们一点点的把它勾领起来 怎么会做不到 现在我们是这个账本 我们是有残缺 所以呢 你知道吧 在我做这个论文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根据总性账 在做关于资产负债的一系列的分析 但那个东西的那个具体账本 我们又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是分为两块来的 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想法实际上是不太多当的 那个固定资产跟固承的一个研究 我们后面就要做 我们现在有一点固承表 一定要知道 这个成本核算利润 关于重组公司股东之间的分红 这些事情都是跟所有股东的利益攸关 你怎么会想到他们这个方面是糊涂的 天老爷 这个事情是我不能想象 你们今天的人 对我们传统的中国商人有这么大的误解 这个我不能接受的 他们座上已经做到这么的精细 我们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地方的错误 你们就会发现他们不会做这个资产折旧 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太低估我们的我们的潜能了 我不知道李景章老师在不在里面 能够找到他 因为他对这一部分 他认为是 他对于核算的那部分 他认为不用讲 因为他太清楚了 他以这一套 他就用资产负代表来说的 曹教授这个我们希望 你能够进一步去找到这些那个 对啊 折旧啊 那个还有 外账 那个奢账啊 拿不回来的怎么处理啊等等 有啊有啊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这个都有处理 有做外账处理的吗 有吗 他有做外账处理的 如果这些东西在大多数的时候都不会变更 不会换的话 那么这些 具体啊折旧啊等等 就必要性不是很大 换的呀 这个里面你不知道 到去年夏天 我们在山西参加那个 他们的学期班 我们对山西商人的制度 我们有非常大的理解 那个万金章是三到五年他们设过一次 这个公司在三到五年就要重组一次 里面的股东是要换的 股本是要重新来重组的 虽然那个商号的名称不变 但你们可能 我说我们在外面 我们是不知道这一点 这个你要知道 三五年三四年两三年 他们就要组织 就公司就要重组一次 那怎么可能呢 那怎么可能 这就会不算的 成货怎么会不算呢 这不可能的 这个这个上面是 还是对于这个 这个竞商的这个 还是不够了解的不够多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好吧 我觉得账本的勾连的话 不是问题 而且待会让这区里也好 这个 都有 都有的 都有啊 都看到了呀 对啊 对啊 包括折扣的东西 包括对资产的折扣 有吗 你看他有吗 我刚才讲 比如说买个电脑 他没有 比如说我在那里面看到 就是说他买家具 他花了两百块钱 但是他会打个六折 进在那个里面去算账 那就是呀 那就是呀 就是有他自己的方式 这个倒是问题 但是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认为 就是说那个 关于福斯波及的标准 我们可能用的是 比较高一点 我们就是要求一抹了难 不是说你可以 从不明的账目里面去算 算都能算出来 如果中国账目 它有一个体系 你在不明的账目里面 你都能算得出来的 这个不是任何的问题 那我现在告诉你 那我呢 我现在告诉你一抹了难 刚刚你从这个卖盐流水 跟银间流水的那个 日结算看到吧 他做到年终的 最后一笔结算 就是年终结算 他已经把一个 这个复杂东西到年终 已经不用算了 就是那个日常化的工作 终于把结算做好了 哪里会哪里会那样的一个 还不清楚吗 你要去理解他那个账 有没有做错的话 假如说你要去查他的账的话 你需要把很多账拿出来 一个个的去核对对不对 不用吗 你不核对 你怎么知道他过对了呢 或者他那些账去的是 勾点是对的呢 那个福斯波及他的好 他同一个账号里面 在一个账页里面 他是两边都记的话 他就可能就是说你是个外行 你都一抹两难 其实就在这点差别 就是他一个 那你这样讲一样的 那你要说他说了没错了 那你还要同事去做 一样的呀 那你这样的理解的话 是吧 他主要在那个效率上面 会提高很多 当年就是说 我还不这样认为 你看我刚刚讲的 他们的效率 做到我们今天 我们所有的错误都是我们犯的 他没有犯这个错误 我觉得他的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天的结算 就是他的月结算 一年的最后一天的结算 就是他的年结算 他已经把这个工作 已经在每一天的工作里面 结算里面 已经把它全部化解掉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 当然你说 我承认我们需要进行一个 各种账顾的最简明的 就是要将他们的 最后的总清账 要跟你的各个账本 进行去匹配 我们要看那个匹配 哪怕我能看到 现在到现在为止 我能够看一份总清账 基本上我能够 虽然不是一个公司的 我现在 我可以通过想象 可以把它勾连起来了 现在我们可以勾连起来 原来我们不行 因为我们不知道 原来的那个账本什么做 到底里面是 那个数据的这个 这个瑞涵是什么 现在给我看一份总清账 我们现在可以有这个本领了 不是说没有 对 没有 我觉得 我说就是一两点 即将都不矛盾 就是说一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假如说 你能够找到新的账本 这也是我们在找的 我听Richard跟韦伯说 他们找到资本的这个记录 固定资产的记录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 一个蛮关键的一点 就是学理上它是差别 就是这些概念的话 它是14世纪 一个意大利数学家 把整个体系完整的记录下来 你现在再重新把它reproduce 再重新去找到它 那么这个角度 我不是说这个中国人不聪明 或者什么的 但是这里面呢 它实际上是最后 形成很大的一个差别 它这些概念的话 它一直有 这个概念的话 它可能会计的甚至都不用 或者是直觉的去用 但是它这些包括固定资产 这整个这么balance 这一条东西的话 它是几百年一直影响到过来 有这个演变过程 所以这样的话它变成 这个是可能20世纪 19世纪 20世纪 就是中国在包括日本人 最早是引进那个 就是WH Booking 他们最最关注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系统 其实你说本身上是不一样吧 你说刚才那个尾盆说 那个说那个就是它一模了然 那么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公平 因为你像西方人不懂中国的账 像你像曹老师这一点 我们都很佩服能看中国 你也可以从把中国体系弄清楚 也可以一模了然 但是呢 确实里面有不方便的地方 这不方便很重要一个原因的话 你在学理上没有很好的整理 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有这个 你的最重要把这个逻辑上整理出来以后 实用就非常方便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吧 包括可能其他的学科都有这个问题 对 好那我再回应一点 那如果这样讲 我们居伦很惊讶地发现 居伦是义和祥 干性的义和祥的帐本的结构 和这个风生态一样 那我就相信在传统中国的商人之间 有那么一个体系 我们所不知道的体系 在传授这个作杖的这样的一套知识 对 但是你要像学理上 那我就不吭声了 那这个当然是有问题 这个就像中国什么没有科学 只有技术一样 那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 我能够完全能够接受 我还觉得我们比较重要 确实要看中国的会计学 会计是怎么传授的 然后好像他们说现在也看到那种 会计的手持啊什么的 就上次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看那个 我们也要去看这个会计 知识 这个总结在哪里 把这两个对起来 我们会有个比较完整的 好的 时间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曹老师的精彩演讲 非常感谢马老师 袁老师 陈老师的精彩讨论 我觉得今天的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期待曹老师 还有马老师 袁老师 以后会有更多的新的史料 新的研究发现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观众还有一些提问 但是很抱歉 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我就只能把你们的问题转给曹老师 回头让他参考 那么借此机会也再预告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就是下个周四 7月9号的webinar讲座 是一场英文讲座 我们是邀请到了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 经济系的Mark Koyama教授 来给我们讲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史的问题 他是做的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土地结构方面的 这么一个研究 那么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下一周的在线讲座 我们是跟欧洲方面合办的 是跟发展经济学研究会 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 他们那边欧洲方面是由华为大学的 James Fensker教授来协调的 所以这是一个合办的一个在线讲座 那么敬请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 我们下周的活动 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再次感谢曹老师 那么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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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